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這次的短片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用英國航空理數AVILS去兌換獎賞機票 英航的理數計劃是我最喜歡和最常用的一個理數計劃 因為我覺得它用來換短程的航班是非常之划算的 我這次要兌換的就是由台北回香港這一程的單程航班 如果大家發現我影片裏面有什麼說錯或者說漏了 希望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 首先要上去英國航空的網站 就是www.britishairway.com 在discovery這個位置就按一下 然後你會見到有spending AVILS的選項 就這樣按一下 跟著就向下看你就會找到這個button 就是book a reward flight 再按一按 然後它會要你login回你的executive club 這個就是登入之後的畫面 大家可以book with avils 即是用avils去兌換機票 又或者是用avils去upgrade 我這次就選了book with avils 大家可以輸入一些基本的資料 開始搜尋你想兌換的航班 由於我這次是兌換單程的航段 所以我要在onewayonly的選項那裡 按一按 輸入完畢之後就可以按get flight 來到這個版面 你可以看到所有可以兌換的航班資料 譬如是航班時間 編號 可以兌換的class等等 我最後是選了這班cx405這班機 是選了經濟倉的 那選擇完畢之後呢 你可以按一按journey summary 看一看你需要付的理數是多少 和稅項是多少 那我喜歡英行這個理數計劃 是因為它提供了不同的兌換選項給我 我不一定要付全數去兌換的 我可以給少些理數加多些現金都可以 那其實大家都看到呢 我其實所剩的理數是不多 因為我用了很多在我對上一個chip 那但是我依然可以兌換得到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英行這個理數計劃真的很好 那我最後呢 就選了是給2500個AVILS 再加519塊的 選擇了之後呢 你可以再confirm一下你的航班 和等級的 再加一點是一些的捐錢呼籲 去幫助小朋友 和大氣環境的 那如果大家是善長人用的話 記得慷慨解囊啦 同意了條款之後呢 就可以按下一步了 那這裡呢 大家是需要確認回乘客的資料 和提供電話號碼的 那補充多一點就是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幫自己家人 和朋友去兌換的 那不過呢 就要事先將他們的資料 就加入了你的兌換名單裡面先 那按下一步之後呢 就是要付錢啦 大家可以選擇用信用卡 又或者用PayPal付錢都可以 那我呢 就用了大新銀行的 英銀行的信用卡給錢啦 那因為呢 每30元呢 都會有1里的 最後呢 入回你的地址就可以的啦 如果是兌換成功的話呢 你會收到一封確認的電郵的 那你也可以呢 在MyFlightBookings那裏呢 找到你的兌換記錄 今次的兌換分享呢 就到這裡為止啦 希望大家喜歡啦 那如果你是喜歡的話呢 希望你可以給個like我啦 又或者訂閱我的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了 拜拜